《投資者報告》 話題 二十大之後 好像公司的核言 的速度似乎都加費了 接著中國的幾個龍頭的公司 你知道中國二棟 中聯通那些就跟阿里巴巴 還有騰訊 建東都合資 合資了核言的公司 中共的國企入股 所以現在這個環境 怎樣去理解大陸的經濟的發展呢? 今天最新的信息 好像說京東的盧強東現在都賣了他的股票 一個月之前賣了他的股票 套現了六十多億 現在似乎都已經走老了 走了去美國 我想二十大之後更加進一步去削弱 民間經濟私人市場 我想這個很明顯 其實也不是二十大才有的 你去十九大那時候 五年前 其實都已經有類似的說法 不過那時候大家就沒有認真去對待 覺得不可能的 怎麼會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不要將 現在什麼二十大的事情 就覺得好像因為他連任了 所以就再怎樣怎樣 其實因果關係搞清楚 我不是說大家觀察到 就是這些 他開始 我們所謂的 割多一些韭菜 等等 我想大家搞清楚的因果關係是 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這個一黨專政 那個極權的設計下 慢慢 必然會走向 有一個好像他那樣的人 出現的結果 即是如果 即是最近我經常跟人說 就是大家不要將那個因果倒轉 即是以為解決了個人 那老百姓就有好的日子過 我就是事實說 中國式的政治哲學 就是經常以為有好的人在上面 就可以有好的結果 不是的 是一個壞的制度底下 你就算是好人 你都不能上去 好人上去 結果都要做壞事 這個是制度的問題 就是一天不跳出這個框架 我們始終還是停留在那個萬劫不復 希望有一個聖賢君主出來 說回這個二十大 就是這個問題 很多人說 因為他連了喝 所以就做了這些事情 這個分析是將那個因果倒轉了 將見到的事情和發生的事情 即是那些次序搞錯了 而事實上是根本就是 中國共產黨這種專制獨裁體制 最終必然都是沒有辦法 和自由市場 資本主義並存 所以過去 就是自從你說改革開放 有一段日子 30年 那30年建立下來的事情 現在開始 又要給回那個國家機器去蠶食的原因 是因為 根本這個就是 國家機器 最深層次的DNA 所以 不是說因為這次二十大 公佈了這些 財富累積階梯 要規管這件事情 共同富裕 不是說因為有一個新的口號 所以有一個新的現象 而是根本這個 制度這個怪物 一直都是向著這個方向去演變 在他演變的過程 他就一直會拋出一些這樣的口號 一些這樣的說法 所以如果體制不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國家 它走向那個方向是怎樣 就是 有人叫這種做左 有人叫這種做右 其實根本 你不要分左右去看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民族國家機器 將經濟 公民社會 個人 甚至乎你的傳統價值 家族 全部都要將它壓碎 由上而下 這個才是現在的政治大局 不要糾纏在那些細細細的部分 你如果看到整個現在的大局 就是由上而下 層層承的用它的現在創造出來的 那種國家的制度觀念去取代 你由市場也好、文化也好 不同範疇的由下而上的建構 所以其實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說公司合營 其實這句口號沒什麼意思 你說見到什麼京東、你、騰訊這些民企 給電訊業的幾家國企 基本上是變相地充公資產 那問題是再走回頭路可以走到多遠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現在這一刻發生的就是 你見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在說2008到2018這個最後階段 冒起的一些新的民間企業 就是第一波被那個國家機器吞噬 那再下去就是再之前的一些 其實那些很多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想八十年代發跡起來的 一些中國的資本 有些就走了 有些出去了 有些透過香港出境 那但是很多那些機構 其實一早已經被國家的那個體制 重新吸納了 在中國大陸一邊 那所以你見到 那現在基本上真的 將由1978年到2018年 這30多年40年的改革開放 做過的事情 一步一步還原回頭 那這個改革開放是 中共前年黨人鄧小平去 就是怎麼說呢? 他是推這個政策 改革開放這條路 有些什麼錯 有些什麼問題 例如現在習近平想要這個 叫回頭 就是推翻他以前 對他的政權 對中國裡面有什麼影響 他要走這條路 你說到好像是一種選擇 其實可能不是一種選擇 不是說我肯定走回頭路 而是在他們眼中 他們看到的 可以做的事情 都只有這麼多 我想有些人就會很主觀地說 其實共產黨都真的很關心貧富懸殊 很擔心窮人的生活 如果有人這樣相信 就任由他 但是如果你說 共產黨知道貧富懸殊 是會造成社會不穩 這個是你這些讀壞書的人 就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我可以告訴你 歷史上 貧富再懸殊的時候 是絕大多數的時候 你想想在古代的世界 哪裡有人有資產 絕大多數的人口是奴隸 那些貧富懸殊的世界 都不知道多穩定 穩定了幾千年 所以反而反過來 就是中國共產黨 其實它唯一關心的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他們現在這個統治的集團 是不是可以繼續下去 是不是同一班人 可以繼續維持 他們那些少數人的 控制和利益 很多人在外邊看中國 其實我時時都說 他不是就是看到幾個大城市 見到上海、深圳、廣州、北京、香港、澳門 但是這些不是中國的常態來的 你把中國頭十個最富庶的城市加起來 可能它的人口大概都是 一億多兩億 未到兩億 十分之一的人口 其餘九成的人口 可能是城鎮 但是早前的房地產 或者城鎮金融爆破最嚴重的 那一圈的地方 但是你還有 在說六、七億人 是極度貧困 他們的生活水平 可能和一百年前差不多 中國共產黨面對不到的是 其實原來這種狀況 它可能只是維持到一億多人 是有體面的生活 但是另外有八、九億人 是要收起來 是不可以讓外邊知道的 他們的生活狀況是怎樣的 是嗎? 如果在這個狀況之下 這個才是中共在整個經濟統治裡面 開始沒有辦法面對的事實 就是 它最初那三十年的所謂快速增長 只不過是一些很簡單的追落後 去到大概2008、09年開始 已經發現 中國如果要將它的經濟再進一步現代化 你必須開始要有社會體制上的變化 才可能有那種社會條件 去令你的經濟模式 再變得更複雜 更加精密 那問題就是去到那個選擇的時間 你 中國 是選擇了 要有一個 一黨專政 是高於 令到那個社會可以有更進一步變化的 那個條件 這個大概就是過去那二十年的一種選擇 制度上結果就是走向 寧願要放棄經濟增長 都要保持那個政治統治集團的利益 這個就是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面對的那個選擇 就是剛才我說 他說到好像有得選擇 就是選了走這條路 但是我想在共產黨眼中就是 那個是唯一一條路 他不覺得自己有選擇過 雖然其實八十年代 真的差一點就以為好像有一種選擇 那時候胡耀邦是想著引入黨內民主等等 但是這個就是整個 就是你從大歷史看中國近代發生的事情 不要只是最硬於一個二十大 二十大是一個很形式上 就說去到某個階段 但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那個神奇的會議上面決定 不是這樣去想 只不過是那件事發生到那個階段 就自自然會 他會有一次去宣佈這件事 但是 那些醞釀的期間 那種文化的轉變 轉步 是五六年是一個短的時間 有時候是說要用十幾二十年 應該是這樣去觀察一個社會 我想 那北京是已經有一段很長時間 不是那麼著緊 是不是有人來去開工廠生產 就是 你想想他們現在所謂招商引財 他們自己一直以來是很簡窄的 就是 大陸時時覺得是 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 他就要找些不同的人過來 可能 七八十年代 就是要 你肯去開工廠 那他就 就是 給你很多優惠 送地給你也好 什麼都好 但是 你看到的 慢慢他們 想 吸納的東西是不同了的 那麼 去到現在這一段 已經是去到的地步 就是 在他們眼中 他們覺得自己什麼都懂 是不是 資本家 我不需要管 科技 有些人才 我可能要的 但是 慢慢去到這一次 他都說 美國你來 就是 禁止你的人才 幫我們打工 然後 他的反制措施 是很好笑的 他的反制措施就是 那好吧 就馬上解除所有 有美國護照 有美國錄卡的人 結果 他自己 連 有些人肯幫他 可能都沒有 那 但是 你用 你用 就是 剛才說的 就是 那些生產 家電 那樣 國美做例子 可能他們 其實已經是 覺得那些 不再是他們的 經濟發展策略重點 那 他們永遠都可以自圓其說的 就是 為什麼 做某些事情 但是 就是 我覺得 已經是個 很明確的訊息 就是說 這個國家 不會再對 自由市場 資本主義 有很大的追求 甚至乎 他們已經覺得這個制度 不是他們 中國 現在要的東西 這樣 那中共 大陸現在的政策 對香港的 私企 和香港的 建制環境 金融環境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 一個背景的訊息 就是 就是 大量的中國人 現在要移民 甚至我看到有媒體形容 現在是中國大陸民眾 第四波的移民潮 我們看到美國的一個數字 年八年有八萬個中國人 獲得美國的諾卡 四萬中國人入籍 入籍美國 就是一個 除了墨西哥之外的 第二個 第二大的數字 所以年八年要一百一十萬 這個數字不說了 所以其實看到大量的中國人離開 好像剛才你說的 李強 之前有說過馮小剛 好像張藝蒙 現在好像走 現在大家關注這些人走 其實之前那些明星 那些都不用說了 更加多 好像西文說八十年代那些 都不知道走了多少 那些事就要先 我們一走就走了 所以 我想以前可能大家第一個直覺就是 那些人走就第一次走去香港 現在不去香港了 去新加坡 所以最大的影響就是告訴別人 香港連這件事的功能都沒有 這樣 我這個公司的客人 會不會慢慢慢慢 逐步都會有一個 來殺在香港 之前不是說香港有些大企業 裡面可能都加了兩個 中國關係好些的人 那其實一向他們已經知道 要慢慢改變的遊戲規則了 那問題就是 是不是那個步伐快到好像大陸一樣 是不是 剛才說大陸那個轉變的步伐 你說由一百年起繼又可以 但是你說 就是國進民退這個說法 其實早就早在2002年就已經有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我想共產黨會跟你說 我的事情不是突然間發生的 給足時間你們走的 香港其實也是 是不是 就是 我想你走去中環 你問每一個大財團的老闆 那些大家族 你問一下他們心裡面 有沒有人是真的很相信北京 我想他們個個都不相信北京 是不是 他們只是覺得不敢得罪 不敢公開說 但是 心裡面他們信不信 他們當然是聰明了 他們怎麼會相信 是不是 那你在北京知不知道 這幫人其實是 免一套 抵一套 當然知道 那問題就是 以前一直 大家不會互相踢爆對方 但是接下來的日子 越來越肉酸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這些人 他們那種 表裡不一的事情 就將會大家 越看越清楚 說了一句 是否大家有36個走會上路 不走就不行 不走地視就走不了 現在 是否會這樣呢 不知道等多久 那大家各有自己的現實考慮嘛 是不是